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今天我们会谈到 聪明人可怕的七个细节 聪明如迷,总是悄然藏匿在灵魂的深处 有些人就像迷雾中的行者,哪怕与你朝夕相处 也难以窥见他们心思的全貌 他们隐藏自己,保持着一种神秘感 他们拥有侦探般的洞察力,在复杂的环境和人际交往中 一丝不苟地辨析,获取那些看似平常却极其宝贵的信息 懂习事物背后最单纯的真相 这种从会并不张扬,因为聪明的人懂得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他们在与人交往中,宛若一名优雅的舞者,懂得进退的分寸 知道何时该装糊涂,估计他人的情感,而不是毫无遮拦地展现自己 他们在人际关系中有仁有余,似乎谁都能伴他们左右 却在心中有着明确的等级划分,知道谁是过客,谁值得深交 他们不会自吹自擂,因为真正聪明的人懂得 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自负只会成为智慧的枷锁 聪明的人以超然的姿态,纵观人情冷暖,洞察人心虚实 一,永远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 一定要把想法付诸行动,因为人的反应是很慢的 一旦思维固化,就容易虚度光阴 三四年不过转瞬即逝 选择一个方向,专注于一件事,拼尽权力,不断更新和进步 成长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持续提升自己的能力,积累资源,去播种,培育,开花结果,收获 不要浪费时间在空想上,这个时代需要的是行动派,而不是悲观的思想者 你付出什么,最终就会得到什么 你浪费什么,时间就会找你算账 二,明确自己的职场主线 如果你的目标是升职加薪,那么就专注于与之相关的人和事 不要在意同事的嫉妒和客户的刁难 目标明确,你就能达成KPI 如果你是内向型,不擅长社交,不要被别人的评价体系影响 远离那些消耗你的资政陷阱,只专注于重要的事情 因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天赋 如果你的主线是追求学习和创新 不要在乎这份工作是不是铁饭碗,只关注它能带给你的成长 当你能认清自己的工作主线,抓大放小,反而能找到成功的最佳路径 三,领会领导的用人之道 领导的作用有两个,管理好下属和完整组织的既定目标 为了顺利完成目标,并巩固自己的地位 领导通常会优先用那些听话的,崇拜自己的,忠诚的人 换句话说,他们会选择对自己没有威胁的人 这是领导的用人之道,其次才会考虑这个人的能力和品德 不论你的能力多么出众 对于领导来说,你不过是完成任务的工具 而品德好坏与领导的KPI没有直接关系 因此,很多职场人长时间无法升职加薪 不是因为不够优秀,而是因为不懂人际关系的套路 如果你能力出众,却忽略了处理人际关系 或者说对人性了解不够,就可能处处碰壁 把事情做好,只能让你短期内有所表现 只有处理好人际关系,才能长期成功 4.从读书中提升思维的方法 真正的读书不是记住大量信息 不是做笔记,更不是死记硬背 那样只是死读书,即使读再多数,也无法真正运用到实际中 读书的目的是用大量的信息拓宽思维 培养一种高维度的思考能力 从小到大,我们被灌输了很多无用的知识 而我们每个人的脑袋都是浩渺的宇宙 思维甚至可以穿越宇宙和时间 在书本中与古往近来的智者对话 长脑子的目的就是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不是被动接受知识后,被知识牵着鼻子走 5.不自证 在职场中,不要拼命去证明自己没有错 那些冤枉你的人其实比你更清楚你有多无辜 懂得介事和顺事,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才能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如果有人冤枉你偷吃了他的东西 不需要过度解释或自证清白 而是专注于提升自己,让事实说话 最终他们会看到真相 6.洞察生才之道,尊重万物的规律 懂得顺应规律做事的人就能成功 所谓的规则和制度都是由强者制定的 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秘的都必须遵守 如果没有破局的能力和资本 就不要轻易挑战这些规则 人际关系系统即为人处事和人性认知 常言道,通晓人性者得富贵 懂得人性就能处理好人际关系 进而获得财富 7.快速找到破局的方法 找到比你优秀的人,对标他们,模仿他们 不必嫉妒那些比你强的人 而是要借助他们的力量 在复制时,要系统化地复制 不仅要学他们的表面 还要学他们的核心和精髓 为此,你需要不断阅读 拖宽自己的眼界和知识面 当你能轻松运用他们的成功经验时 你就完成了从0到1的转变 有了这个1,你就拥有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之后,你可以通过加杠杆的方式 不断放大这个1,使其变成10,变成100 如果你想在短时间内掌握绝技 既能在人际交往中游人有余 又能在复杂的事物中巧妙失策 不可忽视以下两本书的智慧 做人要精明,做事要高明和心悸 这两本书将成为你智慧生活的两座灯塔 通过深入阅读 你不仅会学到如何成为一个精明的人 还会掌握在复杂事物中运筹帷幄的技巧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订阅分享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拜拜